大家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 我为大家主持明镜世界观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支持明镜电视 今天为各位观众介绍如下几个议题 重要中央会议缺席者重 高官可能会染疫 以及欧美优势的变异株 已经清洗了中国 估计未来也可能占主导的地位 另外现在因为中国的疫情 仍在处于高峰期 而且快速的传播 现在有许多的案例已经传出来 就是年轻人 包括中国知名的新京剧的一个药爵 因为染疫而身亡 那现在网传就觉得 对于这个确诊死亡的病例 怎么数字那么低 提出怀疑 结果是因为北京已经改变了 新冠死亡的定义 以及最后为各位观众介绍 美国总统拜登 他会明年的5月再次的访问亚洲 会到访广岛参加G7会议 目前正在跟日本政府商讨 是否也可以一起去长崎 如果去了广岛跟长崎 也就是美国跟日本要再度为二战 发出一个信息 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香港明报的报道一篇 他不经意的提出 可以说也点出来 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并未外界预期般的延期 但会期缩短 只开了两天 除了副总理胡春华因为外访归来 隔离检疫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他在加拿大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外 还有很多的高官没有出现 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是近年来请假者最多的一次高层会议 在政治局委员中 有两名军委副主席也就是张又霞和卫东 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如果说经济工作和军方关系不大的话 但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军委委员刘正丽 苗华却又出席了这次会议 卸任的党职的国家领导人中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成 国家监委主任杨小杜 国家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国务委员赵克志都没有出席 人大副委员长也没有一个人出席 而如果说他们是过气人物的话 刘鹤孙春兰却出席了会议 而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 第一副书记刘金国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也都没有露面 而除了政治局委员这一个层级以外 在正部级官员缺席的人更多 比如说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江信志 中联部部长刘建超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中央编制办主任李小新 民政部长唐登杰 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小伟 应急管理部长王翔喜等人 他们都没有参加这次重要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可是他们的职权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确实也有一些关系 而自然资源部长王广华 央行行长易刚 银保监主委郭树清 中正兼主席议会满 省记长侯凯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 博物院研究中心主任陆浩 他们跟经济工作息息相关 他们不应该缺席经济工作会议 但也缺席了 而绝大部分的地方党政首脑 却进入北京来开会 相比刚刚提到的政治决议委员一层级 还有部级官员 其中包括香港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 驻港国安公署署长 郑燕雄 他们都出席了 但是身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员却缺席 这个明报的报道说实在说不过去 当然地方大员也有人缺席 比较引人注目的人是西藏二把手 王军正和严金海 内蒙古书记孙少成 广东省长王伟忠 四川省长黄强 河北省长王振普 重庆市长胡恒华 以及甘肃省长任正贺等 缺席的高官分布的非常广泛 原因不明 好 现在明报的重点就来了 他就特别提到 原因不明 但考虑到中国内地 目前曾经历一波新冠疫情感染高峰 不排除是染疫或其他身体的原因 毕竟高官也是人 人不会百毒不清 而关于防疫政策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很少人提到 但是都认为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重申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但并没有再提动态清零 大家去查一下 没有提到动态清零 对明年的防疫的具体表述 连标点符号算在一起 只有56个字 提到了要按照党中央部署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 确保平稳转断 这个平稳转断这个表述很重要和社会秩序稳定 也就是说要顺利的度过流行期 北京现在也提认到 现在是疫情的高发起 要确保平稳转断 转断呢 最近被中国的官媒 频繁的使用 从字面看 就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 那从防控的政策来看 就是由防控防感染 转到向医疗救治重症的阶段 不过 昨天我也各位观众介绍过 在一些人看来 尤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中国从一个极端动态清零 又百度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可以说昨天提到 特别提到重庆跟浙江 感染者还可以上纲 只要还能够正常上班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目前看起来既不平稳 而且还也不有序 最重要的是 传出来多个哄抬物价的现象 以及疫情快速传播 中国的医疗机构 这个面临 可以说是在高压力之下在运转 另外发生了就是 中国知名的一些很有名的 比较年轻的 不应该因为新冠病发 死亡的人死亡了 其中中国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除蓝蓝 他在星期天因为新冠 因为新冠 抢救无效去世 他年仅40岁 中国网路流传消息说 他是因为冠病病发症离世 但这项消息 没有获得除蓝蓝家人 或相关单位证实 中国多家媒体都报道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星期一 12月 也就是12月19号 发布普告 除蓝蓝 在星期天 凌晨一时 因病抢救 无效去世 遵照家属意见 他的追悼仪式 不在北京举行 而至于除蓝蓝 离世的原因 尽管普告称 他因病抢救 无效去世 但微博账号 万达的脱口秀 在星期一 证实 他说 今夕除蓝蓝 因某流行性被炎 病发症 香消欲养 以魂归故里 而这位 宪明 在留言区回复 提问 也暗示 除蓝蓝 是因为 染上了新冠病毒 而离世 现在 他还说 发那个流行病的名字 好像微博并不能显示 当然 除蓝蓝 他是师承 张派艺术传人 蔡英莲 是金剧大师 张军秋的再传弟子 他长期在北京 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任教 并且创立了新金剧 一直致力于 金剧艺术的创新 和传播推广 所以传出来 40岁的他 因为新冠而过世 现在中国民间 不但是抢药 而且有些人 因为害怕染上病 逐步出户 昨天跟各位观众 也介绍 很多人就迟疑 包括昨天 我也各位观众介绍的 北京的殡仪馆 24小时运转 从原来的一天处理 三四十人 到现在激增到 两百多人 所以很多人 就对于官方公布的 死亡的确诊病例 保持怀疑的态度 那现在证实了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今天证实实际上 这个病毒 因病毒死亡的定义 也调整了 调整了 现在北大的专家就表示 没有因为肺炎 呼吸衰竭而去世 不算在新冠病亡 病末的人数之中 而中国新推行的十条 官方公布的 零星的死亡病例 它的准确性备受质疑 而北大的专家 王贵强今天就表示 国家卫健委 最近明确 对死亡病例分类 病毒导致肺炎 及呼吸衰竭死亡 才会被归类为 染疫死亡 但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 尤其是老年人 都是因为病发症 或者是原来 他有基础病 而他是因为 这个基础病而死亡的 只是新冠 触发了他的基础病 或病发症的严重 而逝去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依照中国的新的定义 就不算是因为新冠 而去世的人数 而中国7日公布 优化防疫新十条以后 多地逐渐出现 大规模的感染 包括北京 随便问一个北京人 或者是问武汉人 他都说大概他收编的人 有七八成的人都已经阳性了 而且都称他们叫阳康 就是阳性 但是已经康复了 官方迄今 现在只公布了新增零星的 因疫死亡的病例 所以为各位观众揭晓 为什么因为新冠确诊死亡的病例 这个人数还是很低很低 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也就是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今天证实 中国多地已经发现了 奥密克戎新的变异株 它是BQ.1和XBB分支 在这些新的病疫变毒株 在一些欧美国家 已经成为了优势的毒株 主要的表现是 传播力和免疫的逃逸能力增加 不过重症率和死亡率 在这两项里面 并没有显述的增加 而中国现在这两个 在欧美迅速传播 变成优势的这个病毒变异体 现在也正在蔓延 所以中国专家就认为 尽管BQ.1和XBB 在中国尚未形成优势的传播 现在还是中国最流行的 还是BA.5.2跟BF.7为主 但是刚刚提到的 在欧美传播的这两个病毒变异株 它的传播优势会逐步的增加 可能会形成一个共回圈 也就是说 可能会一方面感染 现在的这个优势传播的 BA.5.2 BF.7 另外呢 BQ.1 XBB 这个病毒变异株 也会变成优势 所以变成一个共回圈 另外 还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中国的尽管疫情不断的推高 我们也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昨天也为各位观众介绍了 专家认为会有三波 从现在开始 第一波到元月 元月到二月是第二波 二月到三月是第三波 但是中国的开放 步伐不会停歇 现在除了中国航空业恢复 然后数字大爆满 就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披露 中国放开以后 中国的航空业复苏的步伐 跟脚步非常的快 另外中国海关总署 今天星期一的时候 也召开了会议 要求优化调整 口岸疫情防控措施 这个被认为 很可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可能在12月底 而不是在1月初 就会推进 中国边境陆陆口岸的 有序的开放 便利中国跟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开始 防疫从清零政策 转移到防重症防死亡 另外一方面 也要应对经济下行 而加大经济提振的力度 其中之一是推广外贸 所以要开放跟中国边境 相关国家的边貌 口岸交通人员往来 那这个会议就要求 围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优化调整口岸疫情防控措施 积极推进边境陆陆口岸 有序的复开 他用复开 就是这个再度开放 大力协调保障各类口岸 通关顺畅 守住外防输入防线的同时 便利国际经贸往来 我们知道在云南 在广西 针对越南 还有一些 这个所谓东盟的国家 原来他们都高度的染疫 所以中国希望 组成一个长城 能够把这个病毒 抵御在国门之外 现在中国海关 因为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 而传达了要尽快的开放 对这些国家的口岸的开放 可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另外最后再为各位观众介绍 日本的经济新闻 刚刚的报导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 他会参加明年5月 在日本广岛召开的G7的峰会 而在峰会期间 可能还会到访长期 也就是说 在二战 美国在广岛跟长期 投下原子弹 而美国总统都避免去造访 这两个遭到原子弹侵袭的国家 因为怎么样表述 成为美国跟日本的一个心结 但今天就披露 拜登正在考虑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5月同时的造访广岛跟长期 在广岛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之后 访问长期 如果这次的访问能够成行的话 这是现任美国总统首次的访问长期 日经的报道还表示 美国跟日本两国政府都提出了访问长期的建议 也就是说 以前大家认为是日本政府提出来 希望美国的重要的领导人 能够参加在广岛或长期举行的死难者追悼会 但是美国的包括总统副总统 都因为美国对于二战 也有自己的历史的认知 都避免双方的因为认知的不同 而产生外交上面的分歧 所以都没有参加 但这一次拜登总统在今年的明年的5月 就已经确定会参加G7了 也显示出来 从今年年初半年前到东京参加四国美日奥运峰会 再加上明年在广岛举行的G7峰会 显示拜登非常非常重视亚洲 也非常非常重视日本的角色 但也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尽管安排了在拜登 在今年下半年还到了印尼巴厘岛跟习近平会面 但也安排了明年元月的时候 国务卿布林肯首次的访问北京 但是到目前为止 拜登上台以来 并没有中国跟美国的领导人 并没有安排在对方的国家 也就是在中国或者是在美国举行领袖的峰会 这也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要点 所以这是刚刚日经传出来的新闻 拜登今年两访亚洲 明年五月已经确定会访问广岛 是否访问长期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其中对于二战的历史意涵 也牵动到中国对于日本 敏感历史的神经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电视